欢迎大家来到香港这一天 最近香港的报纸多了很多全版的广告 但不是因为经济好 而是政治市就相当长黄 政治广告多了很多 多了很多大阪大阪的所谓止暴制乱 就是一些大商家大商会富豪登的一些全版广告 叫所谓停止暴力 这些全版广告很多人都没什么兴趣 没什么留意看 有时候是谁登的 但是今天很多人谈论这类政治广告 因为登的是一名香港市民叫李嘉诚 因为虽然李生退休了 但是仍然还有个李生 有什么说大家要听 就是这样的政治影响力在这里 它这个政治广告还有些特点 就是两款的广告 就在一些不同的报章那里登的 都很明显是有一些很仔细的考虑 两款的广告简单来说 都可以这么说 一款就是说给中央 说给警队听 叫他收手 另一款就是说给市民听 或者是示威者听 希望停止暴力 欢迎上我们Facebook先讲一下 大家有没有留意李生这个广告呢 就是觉得合不合听 有没有用呢 在这个阶段呢 现在 那个背景当然就是上个礼拜 就是之前这个时段都有提到 就是港府 林郑政府和中央政府 可以这么说 应该说中央政府 就是给了一个硬的命令 就是香港政府 香港警队你搞定它 用任何方法 停止 就是所谓停止的暴力 而 都不说什么 就是回应你香港人的诉求了 基本上文宣就加强 然后就一些武力的威嚇 就是包括很多解放军 在深圳的一些调动 文宣那部分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要一些商家出声 都不能够所谓曖 不可以骑场了 要轮流出来表态 过去一个星期左右 见到一些富豪大商会 大地产商 一个一个 就出来登广告 或者是做访问 简单来说 都是要支持止暴制乱 都是一些类似的说法 李生 真的是亚洲首富 其实都没得例外了 都避无可避 都有多少是都要交功课 那 他的功课就是 玩一下文字 玩一下文字 其实目的呢 都是一种政治平衡術 一方面就是 向中央交功课 讲一些他们 对听的东西 或者想听的东西 但是另一方面呢 都 讲一讲自己 就是自己的一些看法 那都 在一个这样的政治局面之下 呢 压到来 都希望保留一些 就是个人的一些 尊严 或者一些风骨 那 对着一个 一个极权政权 在一个 对一些不同的意见 越来越强硬呢 就是 亚洲首富 都只能够 亚洲首富 都是只能够 在一个这样 一国两制 各面之下 一个很狹窄的 就是 那个 那个叫做 那个边缘那里呢 小心翼翼地 一字一句 那样 来 来 如果 见到 李生都要这样去 表态的话呢 其实 如果你问人 就是对一国两制 高度自治 再有没有信心 都其实都真的很难 乐观的 那 说回那两个广告 那 一个 就用了 他之前 在一些 业绩会那里 用过的说话 王台之瓜 何堪再宅 那 就有少少所谓圆 要你少少猜一下 的 另一款呢 就比较直接一点 就反暴力主题 那 那个标题就是说 最好的因 可以成为最坏的果 那样 然后一大堆 其他的一些 说话 那都明显地是 反暴力 就是 希望可以停止暴力的 那这两款广告呢 都跟其他 绝大部分的那些 商界那些 政治表态广告是不同的 那些不外乎 说来说去都是什么 谴责暴力 反对暴力 恢复秩序 理性 理性讨论 那样 李先生很明显是 就是有些信息 就是想 有些针对 就是想说回他看的东西 那 就 他的发言人传媒问他 那的时候呢 他就说 为什么有两款呢 因为就是 那个形势很複雜 就很难用所谓单一的语言 或者一些沟通方法 那呢 就 问到他说 就是怎么看政府 那他就 都说 现在那些年轻人的声音 都 已经是 振耳欲聋了 那政府都还 搞尽老执 搞尽老执 搞尽老执地说 对年轻人 那他有一句说话 就是说 就是所谓 投资青年 其实就是投资未来 那其实那个言外之音都会是 希望 希望 就是你们两个政府 珍惜 一些年轻人 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未来 那 选了在 两个款港版上 不同的报章 其实仔细看 都很明显有一些针对性的 王台之瓜 那个 何堪在责 那很明显都是针对 希望去到一些中央政府 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里面那里 那里 呼吁要有克制 就是不要再大追捕 不要再大事 就是用一些 武力伤害 伤害一些年轻人 伤害一些市民 当然他选择这些报纸 那里 他又滲了一些别的 这个就是 我觉得是一些策略性 不想做到这么明显 但是大致的策略是清楚的 而另外那一款 就是所谓最好的因 可以成为最坏的果 那 相当之巧妙的 这里 因为这句话 其实就是 你可以用在两边都可以 从林郑的角度来说 他自己都这么说了 就是修改这个逃犯条例 是一个出于良好的愿望 意愿 但是最后 当然就是现在搞到 就召起了一些恐共情绪 上街 衝突 不断地升级 那这个果 差不多真的反转了香港 从个市民角度来说 他初初出来 反对这条条例 其实都是一个很良好的愿望 就是 有些基本的人身安全 免于恐惧的自由 提话要求坚持 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也都是想将这件事 可以搞得清楚一点 还回所有人一个公义 都是出于最好的因 但是 当然了 现在政府就说 他都想 就是 这位 李生的发言人说 政府都想搞尽路质 但是 始终 到到现在 都满足不了市民 民反冲突 不断升级 然后 到这两三天 加上在深圳 解放军的一些调动 一些照片 各种各样的东西 不单止香港社会 国际社会 都开始很担心 就是究竟 中央会不会 亲自出动到解放军 来自暴制乱 李生在第二个 就是 廣告的讯息 都是明显的 主要的讯息对象 基本上都是香港人 希望是 呼吁 停个暴力 然后 他那个广告里面 大家有看的都会见到 他强调了六个爱 爱中国 爱香港 爱自己 然后就是自由 包容 法治 这样 这些其实都是 可以这么说 就是 李嘉诚也讲一下 他自己的诉求 和一些 和一些期望 和一些期望 整个广告的玩法 李嘉诚基本上就是借 既然都是要表态交功课了 那就都做到有的放肆 为什么要有的放肆 明显都是见到 现在香港的确是处于一个危急的时刻 真的随时就跌了下个深渊 中央就已经出了一个硬的命令 那么警察 大家都会见到 已经是用尽一切手段 有些人会觉得是一些不择手段 去镇压 嚇一些人 就是不要再出来 那再推下去都很明显的了 就是如果香港政府都搞不定 警察都搞不定 那有队大军已经压了警了 那真的半个小时可以 操作进来香港的市区那里 那李嘉诚两个广告 其实都是讲一些大道理 讲一些大的道理 那实际上很多香港人 我相信都是希望 希望尽快社会 是回复平静的 但是怎么回复平静 都是那个问题 过去一段时间其实都已经见到了 你乱拉人 乱打人 用一些 拉人 打人的时候 就是嚇一些人 嚇他们 不要让他们出来 已经见到 其实是 不单止停不了 还有些反效果 那昨天出了乱派钱那招 就是百多亿 我相信 昨天 不要说今天 就是昨天出了 就是有多少人 真的会讨论这件事 会觉得真的有帮助 会觉得真的跟这个 就是好像陈柳波说 跟这些抗议示威无关 我想都没有人相信 不会有人相信 他们自己都未必会相信 有几大效用 我想大家都会心知同名 那变了是 你其实现在都是回到问题那里 实际的问题那里 李嘉诚就不是神仙 他不是讲一句 就可以停了 一些文字的东西 就是一些 有一些 有些虚圆的东西 可以引起很多讨论 引起很多 无限想像 创意 但是去到 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那里 都是要落底 落到很现实的问题那里 现实的问题那里 都真的讲了很多次了 关键始终都是 市民 他会不会觉得 他们的诉求 政府是真正 切实地回应了他们 回不到这里 就说 其实 讲了几句都没什么用 今晚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祝大家有个 平安的周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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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